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硬汉明星之一的马东西 就远的犯罪独十三重磅来信 电影刚上映三天就收回了制作成本 一周的入场人数直接破了600万 直到现在不到两个月 全球票房就已经高达7600万美金 成为当之无愧的韩国票房冠军 故事发生在韩国治安最好的地区 因为这里有着一位风云人物 中暗组刑警神马东西 可偏有那不信邪的小罗罗 非要在光天花日下惹事 挑战马术的权威 但他可是个不靠演技靠拳头 便一次次都暴击的真男人 三下五圈便解决了这群喽啰 这该死的压迫感 导致珊珊来世的巡警 还将马叔误会成了闹事者 不过看着小身板到底是谁在抓谁 刚回到重案组的马叔 又接到了一桩离奇命案 一个28岁的女人从酒店八楼坠亡 唯一的线索是她死之前 曾去过橙色俱乐部 女人的试检报告显示 除了跳楼形成的全身骨折以外 血液里还检测出大量毒品的痕迹 这种毒品是最近才被报道出 被称为超人的新药 马叔断定这是一起谋杀案 为了调查毒品来源 他带着搭档来到了俱乐部 奇怪的是 人人都狂欢的场景中 只有二楼的出入口被保镖把守 而保镖在看见马叔时 就紧急的要将他赶走 还嚣张的甩了马叔一巴掌 这点感觉完全不痛不痒 马叔还礼尚往来的 活了他一个拳头 刚进到二楼的洗手间 就看见两个年轻人正在交易 他跟踪卖家进入包厂门牌 就回到洗手间 抢过了买家手里的毒品 交给搭档去化验 接着禁止闯进包厢 让他们把收藏所有的东西 都放进证物袋 并拍照留证 甚至不禁的卖家照做之后 才反应过来 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看来他还是不知道马叔的厉害 贴着酒瓶就被KO了 清醒的保镖带着人赶来救场 马叔直接又是一圈 年轻就是好 说睡就睡 紧接着 另一个不知好歹的保镖 也被当场致富 通过躺在地上痛苦声音的卖家 马叔问到了俱乐部老板的下落 老板在包厢里唱歌 又回头看见马叔 还以为是新来的保镖 正准备教训 突如其来的一掌 打得他懵圈 却还是要在女孩子面前保持优雅 马叔可不管那么多 直接将这群人一锅端走 此时酒店的监控也调出来了 女人生前 就是被这个男人带走的 只是监控画面太模糊 看得不是很清楚 于是马叔将男人的画像 这个老板辨认 拿着他一口咬定 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随着马叔一声令下 整个重案组开始默契地打扫卫生 当摄像头被不小心揪住一秒后 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躺在了桌上抽搐 马叔更是关心地拍拍他 问他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老板突然怪怪地配合调查 说毒品卖家 每次都会给他分成 所以他才会帮忙隐瞒 其他的也不肯再说 马叔只好再次打扫卫生 老板立刻吓得坦白了所有知道的信息 上家是一个叫红的毒贩 窝点分别在仁川和江南 马叔让政警官带人去仁川 自己则和搭档出发去了江南 顺着地址找到了一家酒馆 因为是大白天还没有云业 马叔干脆拧掉了门把手 直接闯了进去 经营酒馆的是一对姐弟 弟弟想要对马叔动手 但结果可想而知 不抽三秒就被制服 马叔在酒馆里翻找 很快在吧台的暗阁里 找到了两大包新型毒品超人 见这正事 姐弟俩也只好如实交代 红来自日本的黑帮 超人是他们自己研发 流入韩国的 另一边 政警官也带着人 找到了红的下路 在一番激烈的搏斗之后 用电击枪制服了 还想反抗的两人 这次搜查 找到了足足20公斤超人 和一把锦韵手枪 本来想问这把枪是哪来的 可是因为双方语言不通 说了半天都说不到一块去 政警官也只好想将他们带回去再说 正在给马叔报喜的时候 一辆黑色面包车突然冲过来 袭击了他们 车上走下来三个 裹得严严实实的大汉 劝了政警官一身人进入昏迷 就将后备箱的20公斤超人 全都收入囊中 红醒了过来 以为他们是自己人 还出声求救 却被其中一个黑衣人乱棍打死 解决了这里之后 黑衣人将车开到租车厂 给了老板一大笔钱 让他把车内的痕迹清理干净 将超人放在自己车上后 少点了身上穿的衣服 确保不留一丝证据 为首的黑衣人 闯进了日本黑帮的窝点 当着老大的面 将他的小弟狠笑一顿 原来红的上线正是老大脱沫 而黑衣人 则是扫黑刑警队长东池 他们私底下 已经交易了好多批超人 东池还帮托姆 解决了前来窝点的侦察队长 将他扔进了海中 也是因此 托姆同意和东池合作 为一个光头脑 就做20公斤超人 高达300亿韩元的生意 两人五五分成 在红的窝点 被政警官端了之后 托姆第一时间让东池结火 但袭击同僚 可不是件小事 东池也因此 才会在托姆的窝点 发现自己的怒气 凯仙下面谋混过关 还特意提醒他 这段时间警察可能会调查红 让他对所有的事情 守口如品 马叔来医院探望 车祸受伤的同事 恰好遇到侦察科的警察 前来报告 那把搜来的枪 是来自他们队长的 从队长跟踪黑社会之后 就突然音讯全无了 为此马叔找到了东池 简单寒暄几句后 东池表示 自己非常托贺黑帮 也在调查他们的下落 但毕竟事情还没有结果 也不方便透露 马叔自知问不到什么 便准备离开 临走时特意问了一句 知不知道侦察队长的下落 然而扫黑组的人 看上去异常紧张 找了个借口 就要赶走马叔 这种气氛 也让马叔感到了不对劲 这时他接到同事电话 说找到了和黑帮友 联系的下线 马叔赶到时 那人正准备带着女友离开 被拦到路中央 按了好几次喇叭 见马叔没有反应 觉得不能在女友面前丢了面子 便决定下车较较较较 花里护车到展示了顿拳脚后 就被马叔一拳撂在地上 安稳地睡了一觉 去了警局后 胖子总算是老实了 交代上线 就是叫托木的日本黑帮 他们经常会光顾自己的酒吧 不仅贩卖超人 还贩卖人口 但在托木上面 还有一个老大 负责所有的生产和运输 危险系数极高 属于极度不好惹的存在 在哄死了之后 他便交代了一个叫瑞奇的杀手 寻找那批被东吃强子的超人 马叔带着人赶到酒吧 找不到托木的踪影 但没有白来 好歹是抓住了负责走私的罗洛 这人送的不像黑帮 未打都是干阁挡 还请求马叔不要打他的肚子 毕竟肠胃不好 打了就得换裤子了 马叔直接将他带到了酒吧房间审问 闲着里太黑 让搭档打开了灯 甚至床居然旋转了起来 当时的气氛好不尴尬 等到床停下来 马叔正准备再次开口 结果床又转了回去 看来不关掉灯 是没法好好审问了 好在接下来的流程很顺利 罗洛也交代了自己 只是负责包装和运输 有生意的时候 才会和托木联系 至于席街侦查队长的人 他不知道是谁 但唯独可以肯定 那个人不是黑帮分子 而此时 东池正在和光头佬准备交易 但托木已经迟到了整整20分钟 光头佬也开始有点不耐烦了 托木的电话刚好打了过来 说自己被黑帮老大盯上 所以先躲了起来 东池只能安抚好光头佬 暂时延缓了交易时间 托木的手下 正在清理东西准备跑路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厮杀声 瑞奇已经赶到 不费春晖之力 就将现场杀了个片甲不留 还从手下那里 获得了托木的下落 收到消息的托木 赶紧收拾东西逃跑 却在门外 偶遇了赶来的瑞奇一行人 他自知不是对手 也不敢再反抗 他们从地下停车场离开的时候 恰好遇到了 甚至地址找来的马叔 马叔赶紧让搭档 拦住了他们的车 毕竟是神马东西 哪怕是一群人 也不是他的对手 而就在双方交手时 托木趁机逃跑了 忙着去追他的马叔 没注意到身后一辆急迟的车撞了过来 对方在袭击之后 带着托木就跑 马叔还想追上去 可是车子已经打不着火 线索到这里又终端了 在震动楼里 警方搜出了其余黑帮成员的尸体 而托木也在第二天 被发现沉湿河中 动池率先赶到现场 现在他最着急的 是怎么才能夺回那20公斤超人 完成那300亿的生意 马叔将所有的细节 贴在酒店卫生间外 做了一个临时线索墙 这才履清了整个案件 由走私罗洛 将日本的原料运输过来 交给黑帮助作超人 日记则负责 帮日本黑帮老大善后 杀掉所有产生异薪的人 但是在背后负责 整个事情运转的问号是谁 却没有人知道 当晚东西的手下 砸毁托木办公室的墙 想要找到超人藏在哪里 可瑞欣也在此时干闹 得知他是警察 这样也没打算留活口 马叔知道这件事后 也不免怀疑 东西是否和日本黑帮扯上联系 找到了侦察科 手下打掩护说 东西已经出去了 但看着办公室 马叔总觉得他在撒谎 可不管怎么询问 甚至都用上行 对方就是忠心的 不肯说出东西的下落 于是马叔也只好换个方式调查 走私罗洛突然想起 日本黑帮曾经营过一家游艇公司 虽然已经倒闭了 可还会有一些黑帮 将他当作交易地点 看见马叔来者不善 这群人直接吃刀冲过去 但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想都不用想 使马东西完胜 等到搭档赶来时 设的事情已经解决 可这群黑帮 也说自己是来取药的 但根本就找不到药在哪里 眼看问不出什么信息 正准备放弃 马叔又看见储物箱里 放着一张门槛 根据卡上的标志 锁定了停靠在港口的船 果然质的窝点 就藏在床舱的秘密房间里 其中还有一个上手的保险箱 马叔准备用自己的实力 解开保险箱 实践同时一阵惊呼 保险箱的门 居然直接被拽了下来 但里面就有一堆绳子 根本没有超人的踪迹 不死心的马叔 又到甲板上寻找 果然发现一根可疑的绳子 拉上来一看 这是他们寻找的20公斤超人 马叔再次找到胖子 让他通知冬池 说药品就在自己手里 冬池和他约定了地点交易 可还是留了个心眼 假装和日齐合作 让他们提前去交易地点 自己则一直在楼下观察 胖子刚走进大楼 就被瑞奇一行人挟持 前来营救的马叔 被人闷了一棍 无事发生 可接下来这一棍 让他直直地摔在了地上 瑞奇打开胖子再来的包裹 发现装的全都是野 才明白自己被摆了一刀 而冬池则带着人 趁马叔不在的时候 接着装有超人的包裹 等到马叔的支援 姗姗来持 冬池已经在下手的掩护下 全身而退 马叔的恢复力还是很强的 三拳两脚 就解决着这群楼落 瑞奇派出打手应战 但他的花拳袖腿 打在马叔身上 完全就是脑痒痒 不到一分钟 就被扔在地上 安稳地睡了过去 瑞奇看着真实 拿起了自己最擅长的武士刀 马叔左看右看 找不到撑手的武器 算了 将就用拳头也行 从一个房间 一直搏斗到另一个房间 最后被马叔一记电炮KO 再也爬不起来 现在他的对手 只剩逃跑的冬池 好在马叔留了一招 在包裹里放了一个定位信 追到侦察科的办公室 冬池还想偷袭马叔 奈何他的实力实在太弱 几圈下来 差点找不着北部说 还被马叔甩出十米远 他将手铐钻紧 准备来个殊死搏斗 这次 马叔刚挥手几圈 就被冬池死死锁喉 头还重重地磕了好几下 结果他没啥事 倒是冬池的体力快要耗尽 想要用枪结束这场战斗 却发现子弹早就被打空 神秘莫测没有线索 而接下来又将发生什么 需要神马东西惩恶扬善的事 敬请期待下一步 犯罪独之四